大家好,这里是大树外厨房 今天分享枸杞的一样做法 这样吃枸杞身体越来越硬朗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60克枸杞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食用盐,适量的清水 下手将枸杞抓洗一下 加入食用盐可以有效的杀菌消毒 然后加入适量的面粉,转拌一下 面粉可以有效的吸附枸杞表面的污渍 将枸杞抓洗一下 控水后倒入清水,抓洗干净 抓拌至这样就可以了 控水装入盘中 准备一瓶酿造白醋 要注意一下配料中 只是粮食,食用盐,白糖和水 就寄中配料 这才是乘凉酿造的白醋 将白醋倒入枸杞中 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让枸杞处于一个密封的状态 放冰箱冷藏72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营养的醋泡枸杞就做好了 醋就有软化枸杞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溶解枸杞的营养成分 有利于消化和稀素提高抵抗力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